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方面正在制定的一个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注意啊不是台独分子清单 台独分子就多了 那名单很长很长很长 台独顽固分子 重要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类似于战犯名单一样 台湾当局陆委会神秘兮兮紧紧张张 嘀咕了好大一阵 发言人出了一通 表示了不情愿 表示了一些不高兴 表示说我们有存在感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等等等等 你说什么都没用 港媒大公报15号报道说 大陆方面呢 搞了这么一个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专门针对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设台独 涉及台独 嚣张表现 就设台舆论嚣张 就是说叫嚣台独 叫嚣得最厉害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谋台独行径非常恶劣的顽固分子 前面说嘴上的 你这言论就是行动 知道吧 行径非常恶劣的台独顽固分子 还有第三条 台湾有些嘴上不说 表面上呢 不声张 藏得很深的 所谓金主 也就说支持那台独嚣张言论者 支持在行径上非常恶劣的台独 顽固分子的那些金主和大佬 小心点 对这三种人要采取什么办法 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种话很多人一听说严厉措施 老说严厉怎么严厉呀 我告诉你 这次的重要特点是 严厉而有效的措施 有效两个字非常重要啊 对吧 大公报说了 说对上述情形者 依据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等有关分裂国家罪等条款 将对这些台独顽固分子 台独要害分子 省之以法并终身追责 这个消息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非常振奋呀 对不对 反分裂国家法 我们早就有了 对不对 但是反分裂国家法 这个事呢 好比是一只老虎 这只老虎 如果只摆在那 那不行 要怎么着 要动起来 怎么动起来 必须细化 没有细化 那这次 名单拉出来 然后怎么制裁 就要细化 就要落实了 对不对 你想前段时间香港闹得厉害 把这几年都闹得厉害 立法会里面没法开会 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边乱喊 弄各种肮脏的事情 扯国旗 大喊大叫 把台车人拉下来 立法会没有办法讨论任何一件事情 好了 全国人大颁布一个决定 即刻由特区政府宣布取消你的什么 立法议员资格 玩去出去 老实了吧 立刻就老实了吧 那先前我们所说那个原则精神 是个道德法 你要是个君子 你就遵守 你不是君子 你接着耍流氓 接着耍流氓 我就实施了 我授权特区政府 即刻宣布执行 立刻就拉出去了 保安就拉出去了 这会你别参加了 你已经不是议员了 对不对 具有执行力 在执行性方面 我们都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 学习 发一个推特 你已经不是国防部长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反分裂国家法必须细化 还有呢 细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要启动其他的法律 配合执行才能够实现其既有的功能 在我的节目当中做过做客几次的台湾的著名的青年学者 叫王玉庆 王玉庆呢 他曾经讲过一个观点 他早就说他说应该把这个法律细化 你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够遏制台独的蔓延 你才能够为和平统一凝聚岛内的共识 促进国族认同 你才能够抵御对外国干涉提供法律依据 王玉庆讲的很好 这小伙子很年轻啊 七八年的 在北京大学读博士 关于台湾的问题 他讲的很细 他有一篇文章我最近转发了一下 王玉庆说如果未来反分裂国家法能够呢 升级为完整的全方位的国家统一法 那肯定会对国家组国统一 对促进两岸关系融合有很大的帮助 那反分裂国家法 如果上升为全方位的国家统一法 为什么反分裂国家法必须细化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 拉出来这件事情 要区别各种不同的情况对待这件事情 视同为反分裂国家法的细化 是因为如果分裂国家法本身 本身呢 宣布重申 我们的台湾发言人重申 外交部发言人重申 我们的媒体舆论重申 那你光重申 他对方就这么干 你怎么办 对吧 你没有办法启动大陆既有的法律来帮忙执行 那只能是一个理想很高 但是执行不了的 说说 嘴上抹石灰 白说 比如一个台湾台商 在大陆 他就公然叫嚣支持台独 支持台独 以前不是没有官 请问你能马上执行吗 因为他只是个人言论呢 他平时没有别的什么违法行为 他指着我就是支持蔡英文 我就是支持台独 怎么了 哎 你还真是 你除了骂他一顿 你没有什么办法 很多法律呢 也对着喊台独的这些人没有办法 再说分裂国家 分裂国家这事如果你没有戏话的话 你什么叫分裂啊 什么叫分裂啊 分裂不仅是台独啊 台独那当年当然分裂 分裂国家 他 他说我永远保持现状 我就支持永远保持现状 因为我怕死人 我和平 你别以为这话 这话是好听的话 永远保持现状 那就叫永远分裂 就永远割据 永远由台湾啊 台湾和祖国大陆分治状态 那不行啊 这明显是违反反分裂国家法的 对不对 还有呢 甚至涉及到一些分裂活动的方式 与项目不同 也会造成光靠反分裂国家法 你现在没有办法执行的情况 王与庆举个例子 说要是台湾居住证管理 台湾居住证管理办法 只有条文 没有落实 没有落实 没有细则 没有细则执行 所以很多企业不落实 台湾居住证 因为你真的拿它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你没有执行讲程的细则 没有办法落实 没有执行细则的这个法律条文 那好比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 他不怕 你只能说你错 你错了 你又错了 我们反对你这样做 分裂国家 你可以讲道理 但是你怎么对付它呢 你怎么把它绳之以法呢 什么台独与各种形式的反分裂分子 还不是因为大陆对它没有具体办法 所以它才得寸进尺吗 如果中国大陆 北京当局真的可以用反分裂国家法 启动其他的相关的法律 做出讲程 你在大陆的言行受此制约 你在其他的地方记录在岸 你在台北 你在高雄 对吧 你的言行悉数记录在岸 实时更新 我都公开的 告诉你 我这个网上公开的里面有比方说3800个 3800个台独 台独这个首恶分子 顽固分子的名单 你做了个好事 记一个红豆 你做一个坏事 记一个黑豆 我这自然的 你上来看 对不对 实时动态 跟这个霍普金斯大学 那个关于美国新冠疫情病毒 那感染情况 我做出图来 各种各样的图形 你看 对不对 蔡英文最黑 黑寡妇 蔡英文 那怎么办 那就是说 我一旦有执行条件 或我认为有必要创造执行条件的时候 我就执行 如果我们真的在执行层面做出这种惩罚是真的 那就有些人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认命 等于认同 我认了 昨天还叫家伙台中 台湾都的 好家伙 一看 这真的 棍子要下来了 我认命了 我认命了 我胡气了 我胡气了 那好 人命等于认同 认同一个中国 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府 顺便我跟各位强调一下 上次我讲到对台湾要智取的时候呢 我讲到了当时呢 基辛格和周恩来总理拟定的那个条文里边 曾经讲到了 两岸中国人承认一个中国 美国对此不值一议 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但是中美联合公报那里边可是明确的讲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的合法政府 这句话应该以这个为准 最近蓬佩奥不是出来疯狗乱咬吗 还有几天了 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蓬佩奥说话算数吗 从法律效率来说 两国正式的建交的公报为准 还是以今天的一个马上就过气的 接下来要找工作的一个美国的政客的叫嚣为准 即便是蓬佩奥刚喊完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好 五甲大楼发言人出来说了 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变 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这大嘴巴打的 蓬佩奥那脸本来就正正着 打下来 所以在法律的问题上呢 我们不但要有法律的原则 而且要有必行之法 对法律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比方说中美联合公报建交公报 这就是最重要的法律效率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法律能够细化下来 具有可执行性 那台湾的一些说过一些我要独立的话 那好 任命等同一认同啊 他就不敢再支持台独分子 不敢再去喊台独了 因为你支持台独 你再喊台独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你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意味着你很可能受到惩罚 对不对 心理社会心理学有个破窗效应 就是那个窗户破了 有人往里丢石头 有人在那乱写乱画 哎 路过的人 一看前面有人弄了 没人管 于是就会有人来 有人来 有人陆续来 很多人来 结果这事情呢 这个窗子就越来越破 这要破窗效应 也就是说在缺乏法律监管的地方 人的那种劣根性就会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一种人群的盲动效应 从众效应 台湾今天所谓台独分子越来越多 就是和破窗效应分不开 也是和我们反分类国家法 缺少必要的实施的条款 那分不开的 如果台湾的舍奥分子 恶毒分子 顽固分子 上了名单 并且呢 在网上实施公布 对很多人 那是有警戒作用的 对不对 一定 政治治理啊 王玉庆讲了一个观点 我今儿有点道理 他说应该是政治治理应该有求逼应 这个应不一定是好应 那不一定是好应 想应的应吗 做了坏事应该马上呢 让它产生报应 就是说 必须要现实报 说将来你会被定在历史的吃入柱上 你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你没有站到历史进步的一边 这话有用没用 有用 用处不大 对有的人有用 他有道德感的人 有用 他本来就是死英台的顽固分子 他只信现实报 南京人吵架 特别狠 南京人 东一东 小明松 什么意思 东一东 小明松 你敢动一下 你动 你动一下 你小命就没了 你动一个试试 说到这个台独顽固分子的名单 我们不免会想起来战犯名单 1948年底 中国共产党公布了国民党43位战犯名单 这件事对国民党当局来说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攻心战术 48年的12月 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他基本上把国民党上层 党政军 要人 一块打了个包 说你们几个是个朋友圈 是个黑朋友圈 这里边呢 从第一名到第十名都是谁呀 第一名是我们蒋委员长 对吧 然后是李宗仁 然后是陈诚 然后是白崇喜 然后什么何英卿 顾主红 陈国夫 陈立夫 孔祥西 宋子门 这几个大名鼎鼎 国民党前十 一号到十号都在里面了 十一号到二十号 也是大名鼎鼎啊 张群啊 这个孙科 什么武铁城 还有那个王云武 戴季陶 武鼎昌 熊世辉 张立生 朱家华 这几个人都在里面 这个国民党的战犯名单里面呢 三十一号到四十号里面有副作义友 盐细山啊 是四十一号到四十三号里面这个陶旗盛在里面 曾旗在里面 国民党前期呀 参加大陆起义 拘留在大陆最后逝世的有谁 战犯名单里面 这个战犯名单 甚至包括现在我们出台这个台独亡故分子受要分子名单 都不是铁板一块 都是可以分化的 中国共产党 拯救民族一水火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大历史啊 是道义史然 对不对 天理照照 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你回心转意 包括蔡英文在内 那都是有活路的 对不对 后来战犯名单里面有人 比如说城前 傅作义 战犯 结果怎么样 结果在共产党的政府里做了高官呀 是不是 傅作义当了水役部长 傅作义后来呢 跟毛主席的私下交往也非常之多 对中国共产党大功于天下 功心于天下 拯救人民于水火 王者无私 那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的 这里边即使是军界背景的那些人当中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情况也是错综复杂 所以我们这个制定这个台独顽固分子名单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第一要使我们的反分裂法 反分裂国家法能够具体实施 要警告那些台独顽固分子 同样我们要分化台独顽固分子 还有这个名单要做什么用啊 说到底名单要起大用 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呀 最大的用处就是武统台湾之前战犯名单宣布 这是形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今天我们看台独顽固分子 看他们风光 看他们招摇 看他们的歇斯底里 看他们在那大喊大叫 其实从历史的长河看 中华民族必然实现足够统一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这些人都是小毛贼 而且下场怎么样 这很难说 当年共产党宣布的国民党的战犯 那些人当中 好些人 结果怎么样 客死他乡 比如孔夏季宋子文 顾伟军 还有什么 包括我们的宋美龄 都都克死在海外呀 对不对 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知道 宋美龄是战犯 知道吧 马步方最逗了 马步方的汉匪 剿灭红军 我告诉你 他是中跟这个 跟这个共产党血海深仇 最后他知道自己啊 肯定不老好 结果他死哪去了 死在沙特阿拉伯沙漠里 蔡英文这个人呢 他肯定名单排第一号 对不对 本来是应该李登辉排第一号 结果李登辉呢 挂了 他就排第一号了 蔡英文你说他的下场会怎么样呢 是在第一轮斩首行动当中被击毙呀 还是克死美国 还是克死日本 还是在逃亡当中不知所终啊 感谢收看萨导安频道下期见